好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 錢子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是耶魯政治學博士 郭正亮 大家平安 立法委員謝龍介 大家平安 恭喜恭喜 龍介先 新任的立法委員 在旁邊笑得很開心的是陳輝文 我四年前就說了 他拖四年才去離開 終於 你沒有送他iPad 他的價錢不是iPad 超越iPad 一隻輝文機 沒有啦 輝文是說朱立文 終於做出正確的選擇 對 今天大家都滿開心的 也難得輝文兄也跟我們一起 哈哈大笑 觀眾朋友 現在韓國瑜當選了 可是我看到昨天 他其實笑容沒有很多 他可能覺得肩膀上的負擔很重 因為有人恭喜他 可是有很多人攻擊他 來自於民眾 來自於有人說是側翼 有人說是這個執政黨的攻擊炮火猛烈 現在韓國瑜是民進黨的最大攻擊目標了嗎 好奇怪喔 已經過了這麼久 還是一直不斷的有人在攻擊他 其實啊 大選前呢 來看看這個去年的11月30號 我們看到包括賴清德 那個時候還是參選人 那個時候還是總統候選人 他就喊出來擋下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 他說你韓國瑜過去在立法院的表現很糟糕 怎麼可以當立法院院長呢 郭育晴 萬老師 民進黨提名的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那現在也進入了立法院 在選前 民進黨推出了一支競選的這個影片 就是以萬老師模仿韓國瑜爬樹那樣子的一個畫面喔 那我們看到自由時報還寫說 唯妙唯孝啊 被讚爆 那是一種霸凌嗎 還是一種這個稻草人 大家集中去攻擊他呢 成也韓國瑜 敗也韓國瑜嗎 我們看到在立法院院長龍頭投票的那一天 立法院外面台派老人來 這個白布條也給他打開 那有一些這個畫面不是很好看說 韓國瑜當院長國閣火葬場 另外呢 國瑜當院長引進共產黨 通通都有押韻了 可見是有備而來 一度這些人爬上立法院的圍牆 媒體當然不斷地捕捉這樣子的畫面 而另外呢 在韓國瑜昨天領當選證書那一刻 觀眾朋友可能也看到新聞畫面了 怎麼搞的 有話外音 在立法院議場內 有人大喊 恭喜草包院長 很不友善 其實很糟糕 那當然我們看到這個人的身份也曝光了 他是國會縣市報的記者 這個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報紙 那這個柯建民 在頒當選證書給韓國瑜的時候 現場有人大喊 草包院長 據了解是看台上的民眾 看台上的民眾 他身份曝光是自稱是國會縣市報的記者 那當然這個人後來也有人去了解 就是有沒有觸犯相關的法規或是法令 那另外有一些這個花花草草的新聞 包括吳廷毅 我本來也不知道他是誰 今天報紙曝光說他是最美獅子會前會長 長得很漂亮的一位女士 他發文說啊 我明天就入黨 入民進黨 抱歉了 我的祖父輩們 這一切實在太荒謬了 我們看到很多深綠的朋友 或者是綠營的朋友 的的確確對於韓國瑜 當這個立法院院長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反應 反應蠻大的 可是大人們 我說的是民進黨的大人們 是很高雷手的 立刻看到好多人 包括蔡英文 這個總統以及即將要登總統 準總統的這個賴清德 都送了花欄 眾望所歸啊 容認致敬啊 這些花欄堆得滿滿滿 我們看到包括顧力雄跟林又昌 還有包括管碧林的贈花 的花欄上面寫眾望所歸 可是網友其實腦筋轉得很快 就說哎呀你這是在暗酸民眾黨 保送韓國瑜嗎 因為有個重字 大家看到這個花欄上面的卡片 是這樣寫的 眾望所歸 其實很多花欄上面其實都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字 那這個在過去或者是現在啊 不斷有人講說韓國瑜會賣台啊 跟中共有什麼樣的連結啊 你認為他會出賣台灣 這麼壞的人 理當你不應該送花欄嗎 怎麼還是送花欄 所以這個我也看不懂啊 留給觀眾朋友來評論一下 那韓國瑜的年薪也被大家 這個來議論啊 這個其實每一個人的年薪 每一個這個院長年薪應該都一樣嘛 我們隨著公務員來調薪 總共是432萬元 那立法院的院長罷免關鍵字秒燈熱搜 這個蠻有趣的啊 就是韓國瑜的新聞啊 如影隨行 不管他在哪一個位置啊 通通啊 這個佔據一定的聲量 我們還看到一些外國記者 有些外媒在台灣跑新聞的 這個是外籍記者聯誼會副會長何貴森 他說安全帶記好了 他說現在台灣的這個 所謂的國會外交恐怕要鬆動了 講的也是韓國瑜的立場問題 十百名夫 日本人 可是在台灣經常發表很多的這個議論 他說 中國對台灣立院龍頭改選下指導旗 朝野應該合作捍衛主權 講了這麼多 還是一樣話題圍繞在韓國瑜 關於這個韓國瑜當地法院院長 到底有這麼嚴重嗎 有人這麼害怕嗎 韓國瑜這個心有七七焉嗎 這個是來自於吳子佳的評論 因為他說 昨天韓國瑜在當選敢言的時候 並沒有提到民眾黨 可能是韓國瑜心有七七焉 他認為韓國瑜有可能 被民眾黨被柯文哲火擺一道 被擺了一道嗎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 民眾黨到底是幫了韓國瑜 還是其實擺了韓國瑜一道呢 立法院院長當選之後 我們看到其實韓國瑜 有到民眾黨去拜會 可是撲空了 白銀避開了 為了不讓綠營見縫插針嗎 我們看到柯文哲有發文 他說 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院長 是最好的安排 因為他了解庶民的心聲 期待促進朝野合作 再喊莫忘世上苦人多 這句話 五六年前 韓國瑜創造出來的slogan 這個有點深入人心的意味 昨天他再度提到了這幾個字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說法 他在臉書上的寫法 他說我曾經被 擁塞十數條街道 滂沱大雨也趕不走的人潮簇 我從來沒有忘記四年前 站在我面前 那波瀾壯闊 寄託多少人的希望 莫忘世上苦人多 苦民所苦疾民所疾 應該是政治人物信奉的唯一真理 這是韓國瑜昨天在臉書上 寫下來的一段話 來請問一下亮哥 為什麼韓國瑜有這麼多新聞 過去立法院院長被選出來 沒有看到這麼多新聞的 因為他才是人物 一個人可以在政壇 兩次重開機對不對 立委當了三屆 然後十幾年失業 然後第一次重開機當高雄市長 然後跑去選總統回來又被罷免 又重回低谷 然後又重開機又上了立法院長 這種人台灣只有一個 就他 所以我覺得他 前面這些人在批評他 對他來講就是一種動力 他就會說 我就要表現得讓你們通通都失望 一定是這樣 超衰我的 我讓你們失望 當然是這樣 這個 我覺得他一定會很有使命感 當他答應朱立倫的邀請 不分區第一名 那個時候大概就是內定要選院長了 當然是很多人幫忙 國民黨好不容易 終於第一次表現團結的時刻這樣 虧偉好久了 第一次 我覺得前面那些批評他 包括反中的外國人 那兩個都是反中的代表 需要討論嗎對不對 反韓的力量一大堆對不對 我認為這個在韓國瑜 大概兩個會期之後 大家就見真章了 那兩個會期會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會期因為賴清德還沒上任 所以他這個會期我估計是 應該會以這個 能夠跟民眾黨合作 形成一個在野聯盟的議題為主 所以很可能會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的議題一定會提出來 這民眾黨一定會支持 第二個就是檢討 蔡政府執政8年的議題 這個民眾黨一定也會支持 比如說NCC的人事案 高端要不要究責等等 接下來下個會期才是賴清德上任 那個就是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我覺得 你現在可以去監督他 我事實上我也跟 我也傳話給他 我說你一定會被媒體跟蹤 至少跟一個月 看你每天幾點起床 幾點到辦公室 每一個行程在走哪裡 一定會被這樣搞的 這個不稀奇 當年 當年柯文哲最紅的時候 也是被這樣搞 他去高雄當市長 不是也被這樣搞嗎 對不對 可是那個就是短暫的 短暫時間過 自然就會見真章 因為他就要展現 比如說那個 極度失望的柯建民 你一定會想辦法奚落他 百分之百 柯建民就這種人 那你就要讓柯建民奚落不到你 其他的民進黨立委就會自進退了 如果連千年老狐狸老柯 都奚落不到韓國瑜 都下雨而歸 那你說其他人還可以搞什麼招 對不對 而且講白了 有一些人還要跟他道賀 跟他拉關係 因為昨天就有某位不分區 跑過來跟他道賀 因為他可能會入閣 他入閣以後 你的預算就卡在人家手裡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 你看那個一大堆人送花 花籃 對不對 自賀 眾望所歸是真的跟酸民 不一樣嗎 對不起 這個會期你還在 顧力熊你還在 對啊 顧力熊也送花籃 我是覺得這個會期很特殊 這個也是建議我們龍介兄 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人 下個會期賴清德上來 他們就走遍 你就追究不到他們 對 所以一定要好好追究 經濟部長王美花 衛福部長薛瑞元 還有陳耀祥不知道 還在不在 NCC主委陳耀祥 就趁他們還在的時候 要好好追究他們 抓緊時間 到520之前 對 來 請教龍介先 整個好事會有這些 雜音很正常 就是因為意識型態 但你可以看到三黨不過半 在未來的國會跟朝野之間 意識型態的對抗會降低 從協商跟合作會提升 取代對抗 這是必然的 我也深信賴清德有這個智慧 如果47.7%的得票率的院長 被你們講成這樣 如果這樣40%的總統要怎樣 不要來這堂 我是很自然的人 我去搭個高鐵 我跟你講 旁邊有很多狗一直廢 我是說好比較乖 我不會對著他廢 對不對 靠路營 捍衛我們的主權 中國對我們怎麼樣 這是我們台灣內部的事 外國人你最好不要講 你不要評論 你要我們什麼朝野捍衛台灣的主權 我是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你外國人 在這個媒體上指指點點 你也很不道德 不是有一個外國人說什麼 對歧視這個什麼 這個生臟者 你們上媒體 不斷上媒體 再跟我們指指點點 我是航空這些外國朋友 在台灣 你可以做評論 但是不要介入我們的 內部 黨派之間 我們怎麼面對強敵 我們怎麼面對國際形勢 我們中華民國2300萬人 不管朝野 我們自有我們的模式 你也不要下指導棋 台灣人不是吃菜的 也不是宿家 不是你來才說三兩句 你是怎樣 你是拿什麼錢 你在做什麼事情 不要這樣子 你來我們是代之以理 我把你當作雄兵 如果你是扮演媒體的角色 你更應該要很嚴謹 包括查證 韓國瑜的特色 亮哥剛剛說 因為他做過理法委員 他很清楚 其實院長的角色扮演有限 但他是可以有高度 我一直不斷講 不管藍綠白 台灣政壇上 不管你喜歡韓國瑜 不喜歡韓國瑜 他是一個相當有溫度的人 我公認了 就是說他比任何 其實我碰到 他是真的是最有溫度的 人都有過期 多少時間沒有過期 你不是要跟我過 我在等 大家都有過期 但你當選 我對他就高度期許 我現在在等待520的文告 當然在520之前 你會不會有新的一個態度 這對台灣是好事的 我們都是期待 然後對你有高度的期待 而且我知道 他在民進黨裡面有一部分 是比其他民進黨的朋友 包括說黑金 他深惡痛絕 包括他那種爬順 他發表什麼言論 但是你現在拿到政權 你願不願意面對這些問題 我知道你在台南的事情 你知道比我更多 不然去年3月你不會那麼生氣 你知道你手上的資料比我多 那你願不願意 如果他願意 台下 那我就深信你 對於 因為你 我不能期待你現在 把很多資源拿給台南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官商勾結那麼嚴重 我下資源要建設故鄉的時候 會讓你們吃掉 這我支持他 所以他一定要先排除黑金 官商勾結 他才有機會造福台南 聽到了你聽好嗎 我知道你的口中 我高度期待 高度期待 來 輝文兄呢 我們在2019年3月 黃偉杖去做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立委的補算 要輸3千票去用兵盤 民調領先被逆轉 那時候應該要做立委 二空一九的時候 他怎麼會在經德來兵盤 不是 幫郭郭文站台 阿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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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過去不要再說了 好 這次台南市長跟黃偉杖對 這四萬幾票 非常之不利 就是剛才 用到怎麼說到 像譬如說陳凱琳 郭哉清的事情 那都當投票之後 檢查官會電出來 所以那時候應該要動算 跟進去做立委 所以我說龍傑兄 遲到了四年 你看他昨天到立法院去 醫生監督藝人 然後再一次 不過這個 剛剛亮哥也提到這個重點 總統是520才交接 立委是2月1號 所以有三個多月的時間差 請立委 謝龍介委員 你們韓國院 趕快改 因為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我 因為我是比較貪心 沒有人這樣 沒有人這樣 所以亮哥說 他要找蔡英文的內閣 我要找蔡總統本人 賴清德說你一定去 賴清德你520才上台 對不對 請蔡總統先來 人家家會就沒在開 這個也要來 沒有 這一定要叫他來 你變什麼來 如果賴總統要來 你蔡總統為什麼不來 我們不是講什麼憲政慣例嗎 蔡總統你現在是總統 還是說蔡總統你跟我講說 剩下三個月你要打電動 你都不管 不可以 他要打包 打包也不用三個月 你就來 所以韓院長你現在離婚 因為立法院已經運作了 昨天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比賽了 所以你現在監督的不是 不是賴清德 你現在監督的 但是蔡總統 他有三個多月看守內閣 以及他過去七年多 他幹的事情 坦白講賴清德也有份 賴清德當過台南市長 當過行政院長 你也有份 現在也是要管理 要叫韓院長 他朝野協商 朝野黨團 我們如果 這很奇怪 所以這個東西絕對不是吃 蔡總統的豆腐 對不對 然後什麼國情報告 所以官員會覺得很奇怪 說如果賴清德去了 你會想說最近這三個月 為什麼蔡總統 他沒有去參加 就讓蔡總統來 就到立法院去 所以韓院長的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說前子你剛剛提到 都有很多的攻擊 這一點我是沒有兩位 這麼的樂觀 因為這就是 他那時候在台南市 這個高雄市長的時候 謝龍介也背了一個黑鍋 我記得 你跟陳麗娜 韓國瑜突然開記者會說 他的車被裝追蹤器 兩個人跳出來幫他講話 一個是陳麗娜 一個是謝龍介 結果兩個麻眠都倒火 所以我要告訴韓院長 你贏得了很多美光燈的焦點 可是有人會不高興 前子有人 你看你現在都掌聲 大家有高興什麼的 這不是回到2018年 他當選高雄市長一樣 當你變成是藍營的 最佳男主角 你是男一的時候 男二跟男三就覺得 怎麼又是你 你話中有話 不 亮哥剛剛就講了 他又不死鳥 又重生了 我不是跟你站下去 怎麼會再起來 你怎麼又復活了 你又滿血復活了 你打電動你又復活了 不行 這麼細 所以我說韓院長 這摩托這個也考驗 就是沒有犯錯的空間 大家全部的人都看著他 而且龍介兄剛剛講的很保留 其實立法院長能夠處理的 他的那個 不像高雄市長那種 揮灑自主的那個事情 還是有差別 是 就是要注意 來 給韓院長 進一下廣告 這次是 因為你另一種 我們想把你按住 我們就要聽到 你的時間 期末階段 可以看得到 你來了